大家好 这是我们Sketch课程的第五节课 今天就给大家讲解一下 模板的使用 组件的拆解 还有我们今天把推荐设计的页面给完成 一个是模板的使用 就是如果有一些我们需要约束局部的地方的图形 我们可以把它调到模板里面去进行一个使用 然后还有一个原来做好的一些组件 但是我们到后期有一些样式的一些改变 就可以把一个组件拆分成两个组件来进行使用 还有一个最后是完成的推荐效果的一个页面 好 开始吧 好 这节课我们继续做后边的一些页面 在这里开始做设计师的这一个页面 先还是在那个复制原型图到我们的Sketch里面 好 我们先建一个画板 将首页的下两个图层复制到新的画板之中 好 给它改名 好 给它改名 好 然後 novamente 然后调整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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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that 好像我准备一下 竹笇 在这一页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是在这个地方有很多设计师的内容 我们把它给一一复制过来 用原来的组件就可以 但是在这里它多了一个关闭 就是点这个符号的时候 就取消关注这个设计师的意思 就是这是推荐的一些设计师 点击它就可以取消 那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可以把这一部分再做一个独立的一个组件 和上个组件再进行拆分开来 然后我们可以把头像再做一个独立的一个 一个组件 再做成两个独立的一个组件就可以了 我们在这里可以把它给删掉 替换成组件中的头像 查一下位置 然后旁边还有一些别的头像 就是尺寸更小一点点的头像 那我们可以再建立一个头像 这是我们不需要把背板给改变 还可以用这个头像的头像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同时 这边不能太多了 用隐藏一半的头像来 代表它还有更多未显示的头像 这是这种血气 这种血气 显示50%状态 替换一两张图 这种血气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他和别的头像 给做一个层次的区分 让当前的状态会更清晰 这种血气 注意把数字进量调整成整数 这是在设计过程之中 自始终之中都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 回到页面 再移动一两张图像 为了让当前的头和上边有一个间隔 我们可以给他加一个背板 颜色取个很淡的纸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取个最淡的一个灰色 把它放到硬板里边 给他取以给约束起来 再把我们的组件 再把我们的组件 实际时介绍了那个组件给找到 所以做组件就是很方便了 有了组件以后 我们其实有很多活都可以节约下来 时间啊什么的都可以节约下来 再做两个模块 这两个模块是这个设计师他的作品 我们在这里预留计算一下 拿比方我们在离编句的时候 是留一个十项数的间距的话 那三七五 三七五减掉二十 就还剩三五五 三五五再给他除以二 减三十中间还有个间隔 减掉三十那就等于三四五 三四五除以二 一七二就用一七二就行了 然后我们中间可以给他预留一个十一 多一项数 离编句为十 我们只需要做一个就可以啊 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等于说是 做组件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离左边编句是十 离右边编句是十 中间的间距是十一 给他填充我们白色给加一个暗影效果 投影不需要很重啊 只需要看到他投影效果就已经足够了啊 宽度一七二 他的图像图形的话呢 我们可以根据情况去调整啊 就打个比方 就打个比方给他一七二乘以一七二 然后再加上文字或者一七二 呃做四比三吧 四比三的间距就是 一七二 除三 乘四 改做二二九二三零吧 这样就三比四的一个宽高 随便调一张图片啊 到时候我们给的默认图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最终还是要根据设计的情况来进行一个调整 再加上文字 标题啊 因为这个是正式的作品级上面的一些标题 他就不需要像大标题的文字做的那么的大 所以稍微的可以做小一点点 再加上备注文字 加上他的金额 我们可以设定一个字体啊 再添加一个文本样式 这一次添加的是他的价格 正常价格呢 都会相对来说是比较突出的一个 并且在颜色上也会比较的醒目 用个亮眼的颜色吧 用这个吧 再把它记录起来 创建新的一个文本样式 这个文本样式就专门作为价格存在 然后创建一个新的组件 这样的话我们就暂时来说这个产品的介绍就到这个地方 它更多的东西就向下拉就可以了 我们把头像的位置再调整一下 上面的空档有点多了 好 这也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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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在这里还要修改一下 设计师 推荐的设计师 还得进去修改一下 这个标题不是中对齐 这样的话到我们做文字的时候 会容易出现不对齐 不居中的一个效果 文字居中对齐的话 它下面标题也会出现对齐 然后我们icon有这个 错了 这个 返回 这边 需要返回的icon 好 调整一下 下面还有一个帽 再把它打上 我们用我这样子文本 不需要特别的粗啊 普通的一个正文呢 就可以了 你可以用全大写 跟这边吃一点线 就放这了 调整一下标题 多了一个字 再把图片也都变换一下 尽量不要出现同样的图片 价格现在要都修改一下 我们可以在这里计算一下 它的那个文字的长度 例如说文字最长 可以显示多少个字 给它标注出来 标题的话也都注意一下 再把另外一个按照正式的样式 给它做一个正式的模拟 给它做一个正式的模拟 可以显示 给它做一个正式的模拟 可以显示 给它做一个正式的模拟 好 到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页面就完成了 这节目我们有一个细节是需要注意的 例如说我们这一块灰色的面板 它原来如果我们放在模板之外的话 它尖角的显示是完整的显示的 那我们如果把它调到模板里面去显示 它就会被模板遮住圆角 遮住圆角以后 它的显示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些 那还有包括我们在这里 也教一下大家怎么去使用模板 哪个比方 我们在这里调入一张图 随便调入一张图 不过只让它显示局部的地方的大小 就给它添加一个圆 将两个图形 放在一块 给它制作出一个模板 那这样的话模板的效果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的这个灰色的地方 就是我们使用了模板的一个细节 还有一个原来在这里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组件 像这我们把它拆分成两个组件 进入组件里面把它进行个细节的拆分 这样的话方便我们单独的进行个取用 得出来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也更利于后期的工作的一些完成 就这样 就这样 这节课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节课希望还能够跟你再见 我们来说明治所以我们来说明治看 我们来说明治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形